嗨 各位觀眾 我是雪兔 今日 我們要來開箱PTCG的商品啦 這一次呢 會跟之前有所不同 雪兔呢 在以往都是在開 美版 就是我們現在打的國際服的禮盒 可是呢 從今天開始 將會陸陸續續的 以日本的禮盒為主 美版的禮盒啊 雪兔依然也會去做開箱 未來可以來去做一個對比 知道說日版跟美版之間的差異性 也非常感謝呢 我們這一次合作的店家 拍拍讚 那各位 今天要跟大家介紹的禮盒是 我們小霞小剛的禮盒組啦 先跟大家說抱歉嘛 因為小霞這一盒呢 已經預先被開過了 他們說太熱銷了 小霞這一個已經被賣完了 小剛雖然也已經快賣完了 可是還有一些囤貨 水兔趕緊買一盒來開箱 那小剛跟小霞 這個雖然說是日版的盒子 可是國際服的玩家呢 也可以去購買 裡面的卡片 沒辦法做我們的卡組使用 但你可以拿去一些店家販賣 以外的內容物呢 你都可以拿來自己使用 這一整個盒子其實都是拿來去做收納 非常好看的外觀 如果你剛剛好日版的卡片呢 又開到一個非常厲害 HR或SR的卡片 這整個禮盒全部都回本了 禮盒的話 一盒要價 千四上下吧 正確的金額以及購買的網址 我就放在下方的說明欄 有興趣的話也可以去看一下 我們就來開箱給各位看一下 裡面內容物到底有哪些吧 小霞這個禮盒呢 我們先放在旁邊 先讓大家看一下小剛這一盒 在外面呢就可以看得到說 到底附贈哪一些東西啦 裡面就有我們大鋼蛇GX的御主 它總共有60張卡片 然後有我們大鋼蛇的GX卡片 看一下 日語我真的看不懂 抱歉真的我看不懂 可是大鋼蛇第二招呢 是五個鬥 150的傷害 這蠻高費的耶 倘若啦真的有什麼極具 可以跟他甜能的寶可夢的話 也沒辦法在第一回合做出很大量的傷害啊 因為鬥戲在甜能上面 現在算非常弱勢 除非你是玩異獸還有異獸還 對方獎勵卡在34的時候 快速甜能以外的這種高費率的不能用啊 小鋼的卡套 小鋼的盒子 小鋼呢 堪稱我們神奇寶貝裡面 最厲害的駕駛人員了 他不管 遊艇 飛機 熱氣球 什麼交通工具 他都 略懂略懂 很懷疑他是不是夏威夷有個老爸 這個擋板其實做的也算蠻好看的 他自己的推章 蠻帥氣的 擋板下面 喔 這樣就沒了 這個的話是 傷害指示物 後面還附一個小鋼的硬幣 傷害指示物卡片 比美版國際版的指示物還要來得更薄了一點 算是 蠻堪用的啦好不好 我反而覺得用骰子比較方便的一點 也許是美觀啦 這個說明書是什麼來的 我有點好奇 跟美版來去做相比的話 我覺得日版 比較 生動一點 場地樣貌就是這樣子 然後後面呢 有在說明說 這個卡組裡面 可能會有什麼東西 小鋼其實已經復刻蠻多代的 在雪兔剛玩的時候 XY系列就已經有看到 小鋼這號榮果 這一張圈的卡 而在這一次 這個卡包呢 是SM10的 如果有雪兔不懂的 也肯請大家 見諒一下 好不好 日版的卡 我現在還看不懂 雖然美版的資訊 已經透露出了一些 還是有很多 我看不懂 我們就來看一下 玉卒裡面到底有哪一些東西吧 我們可以看到 大岩蛇這邊 就有兩張GX 然後 小鋼送的是閃卡 小泉石 70點的血量 鬥戲 要不是有水場 不然 沒辦法用空木博士抓出來 我也覺得 鋪場上面是有點傷啦 你用四顆的巢穴球 搭配三張水場 來去做 搭寶可夢的動作 也綽綽有餘了 然後 龍龍石 龍龍岩 170的血量 他這個不是阿羅拉型態的 這就是什麼 可以打60 是選三隻 然後20的傷害嗎 我根本在玩猜字遊戲耶 我的媽 天啊 第二張呢 是打140的傷害 血量170 蠻優秀的 還有我們鐵甲犀牛 SM10啊 這我真的會去收 因為鐵甲犀牛 伸上去的另外一個型態 我忘記是哪一個 反正是噴牌了 搭配我們 版木老大 一回合可以噴到7張以上 你手裡不厲害 鐵甲暴龍 110的血量 用兩顆豆一五 可以打出我們80點的傷害 並且加一些效果 第二張呢 三豆一五 120的傷害 這個是我們 胡說數 20 如果有場地加80的傷害嗎 有任何的猜測 就在下面留言 矯正我一下好不好 至少有人可以指證正確的資訊 給其他的觀眾知道 巢穴球 122顆 跟高級球 1234 哇賽 日版的玉卓就送四顆的高級球喔 有這麼大方嗎 高級球呢 是所有玩家都一定要去買的一個道具 因為他玩用 然後兩張的switch跟捕捉槍 要塞塞子 正面的話 你就可以把對手的後台抓上來 竹籃的話是 四張竹籃 我真的沒看過這種佛的玉卓耶 這一種的小鋼跟我們剛看到的小鋼是不同的 這不是洗六張進去的耶 這張是什麼意思啊 這一個呢 就是原始版的 洗六張的 還有我們的哈烏 喬伊小姐 莉莉愛 還有我們 新版的鬥戲場地 兩張的雙舞跟 14張的鬥卡 這一套玉卓呢 是可以直接來去比賽的耶 一些玩家可能會把哈烏換成帥哥 來讓自己抽到綠牌的機率高一些 我們洗好了 那我們來抽個 七張 有小全石跟鐵甲犀牛 這時候呢我會選擇 鐵甲犀牛在前台 它雙舞就可以做事 小全石就放在後台 獎勵卡 開始抽一張 抽到小全石 再放到後台 前台呢 塞一顆雙舞 然後 用竹籃 來去 綠牌 如果你是第一回合要急於攻擊的話 你用鐵甲犀牛 來去打人 是可以 可是它進化到二斤的鐵甲暴龍就沒有用了耶 這一副玉卒呢 滿奇妙的 它裡面的料是非常的實用 只要再改一點點的東西 就夠了 目前鬥戲 依然還是有一點點的 行有 而力不足啊 這個打不快 小霞的話 它是以寶石海鑫來做它的主要神奇寶貝 這一盒呢 是被開過的 但是也請各位見諒一下 小霞的卡套 難怪小霞會被買爆 這麼可愛 連我都想要收藏 還好我有 然後 它的育主代表呢 是這個 寶石海鑫 寶石海鑫 它在 SM9就已經有出了一個 超能系的 最主要功用是拿來做甜能 就意味著 你要損失一回合的招式時間 是滿虧的 還不如用其他有 特性的怪物 或者是用道具甜能 會比較好一點 然後看一下它的 盒子 這小霞的盒子也是滿可愛的 以及這個 小霞的硬幣 小霞做得很可愛耶 可惜啦 在國際版硬幣 其實是沒辦法去做使用的 有些人會根據 就是你技術夠好的話 你可以自己來去 掌控是正面或反面 骰子的話 公平性比較高了一點 然後我們再看一下 獄祖裡面的內容物好了 寶石海鑫 GX 兩張 跟我們的 閃卡的小霞 用處呢 跟小剛有點相像 抓的神奇寶貝有所不同 跟我們所認知的小霞有點不大一樣 可達鴨 60 的血量 然後打10點 讓對方幹嘛 混亂嗎 這個是 墨海馬 然後寶石海鑫 60的血量 也是可以像小剛的牌組一樣 巢穴球3張或4張 然後搭配3張的水長來去鋪怪啊 就看個人啦 一人而已 還有我們的鯉魚王 而且鯉魚王 他是用30血量非特性的 好 暴鯉龍 他用的是舊版的暴鯉龍 就是你要有場地 你才可以打出160的傷害 然後還有成龍 腳踏車 巢穴球的話也是2張 高級球的話 每一萬一個就4張 然後2張的switch 抓人的槍 2張 跟我們 正統的小霞2張 姿勢太美了吧 這你猜得出來他在講什麼嗎 好 沒關係 我們就看有沒有神人願意幫我們做解釋好了 竹籃的話 4張 哈烏4張 莉莉愛2張 跟2張 這不是水場吧 他這個跟小剛的那個有點相像 可是他是加40 是攻擊加40嗎 水能量的話 16張 如果大家玩水牌的話 不要真的放到16張水能量 真的太多了 你寧可12張的水能量 然後換成4張的水補丁 如果你一開始用高級球把水能量丟掉的話 用水補丁直接迅速往後抬天能 可以做到在一回合短時間內 讓一隻神奇寶貝充斥著水能量 往前直接揍人 沒有像格鬥系那麼的缺乏補能量的手段 總體評價的話 小霞的這一套牌 反而會比鬥系小剛的那一套牌來得強勢 我這就不做示範打了 因為這很明顯的 沒什麼好示範 小霞跟小剛呢 這一個玉組的樣貌外觀 其實對於新手朋友來講 是一個很不錯的肥豹 為什麼雪兔在剛入坑SM3的時候 沒有這麼好的肥豹 出在國際版呢 沒意外的話 我猜國際版應該也不會出吧 如果真的出了國際版的小剛小霞的話 前提料要跟這個日版的一模一樣 那我絕對200%推薦給各位 一定要去買 非常感謝呢 排排站老闆呢 至少還有留這個玉組呢 給雪兔來去做開箱了 也希望呢 國際版可以出到這些禮盒啦 好啦 各位觀眾朋友們 不知道你是不是喜歡今天的 日版的PTCG開箱 以後呢 將會陸續開一些日本的禮盒 我會再問一下更專業的玩家 看有沒有人看得懂 日版的卡片 這樣我才可以解釋給各位聽 好啦 各位觀眾朋友們 希望你會喜歡今天的影片 如果有任何問題 記得在下方留言給雪兔 訂閱雪兔 才可以看到更多的影片 分享這支影片給喜愛PTCG的朋友們 我們就下一支影片再見啦 各位 掰掰